親愛的天父 感謝你 感謝你讓我們看見你們的光芒 做光做眼的光芒 你說 人點燈不放在頭底下 是放在燈臺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拿著樣照在人眼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揮給你們在天上的附 主啊 願這光芒在我心上 在世界戰化 讓我會照亮 只是我的父 當你不照我這隻小蠟燭出來照要世界史 我卻有滿滿的藉口 我總是說 不 現在還不寫 我需要好好研究這光的職責 我這樣出去才不會出錯 我總是說 沒有錯 現在還不寫 一直沒有受過訓練的蠟燭 所發出的光是會怎樣的 是會變色的 我最近才剛剛研究完風向 我接著要研讀一本書 那書名就叫做 如同讓你的火焰燦爛 我也總是說 不 現在還不行 我現在實在很忙 我要忙著去默想光的重要性 這默想的功課讓我輪到很大的光照 我更總是說 不 不 不 現在還不行 我還等著要好好整理好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現在還很不穩定 我還是常發脾氣 我的光還是搖晃不定 我甚至總是說 不行 不行 照亮黑暗實在不是我的兒子 唱歌才是我最拿手的 我要用詩歌來感動別的蠟燭出來發光 來 讓我們一起唱詩歌 歌名就叫做 我這小小的珠光 主啊 親愛的天父 求你赦免我 我怎麼有這麼多的藉口 親愛的天父 儘管我有足多的藉口 儘管我有多麼的不配 你仍然誣詐我 你仍然使用我 你只是先知耶利米告訴我們 儘管你手裡所缺的黏土再怎麼不完美 你仍然會想辦法 將那塊黏土做成別的有用的器皿 主啊 在你做討的轉輪裡面 我是那塊寒沙帶死的黏土 我帶著很多不堪的過去 很多的雜質 我軟弱 我跌倒 我有諸多不可高忍的過去 這些總是切換著我 令我怕倒在地 令我無力向前 我用這些過去為自己定了一個很低廉的價格 當然 你卻不管我 根據世俗所定下的這個低廉的價格 你仍然照著你創造我的時候 所賦予給我的那個高貴的價值 你將這塊黏土做成別的有用的器皿 有著高貴價值的器皿 主啊 我不敢提起我的軟弱 因為魔鬼老是用我的過去來攻擊我 你卻再判了保羅來提醒我 保羅說 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 叫耶穌的能力復辟我 對 聽著保羅的這句話 魔鬼再提起我悲慘的過去的時候 我會提醒魔鬼他的未來 在基督的努力復辟之下 魔鬼絕對有悲慘的未來 主啊 你才判了你的獨生聖子 來到世間 你說 這是我的愛子 我所喜悅的 可是你卻能讓他 經歷了十字架上面的苦 你的愛子在十字架上呼喊著 我的神 我的神 為什麼離起我 親愛的主耶穌 你喊出了我心底啊 深沉不痛 在我遭受苦難時 我體會出為什麼約伯會說 因缺能的劍射入我身 企圖我的臉喝盡了 神得驚嚇擺正攻擊我 是的 我的神 你為什麼離起我 親愛的主耶穌 在你遭受這些苦的時候 你卻示範了你忠誠的臉發 你說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最後 你受盡這些苦的時候 你就說 成了便低下頭 將靈魂交付神了 主啊 成了 感謝你今天要藉由千輝傳道 來傳講這個如何成了的道理 即使我曾心碎的問 你為什麼離起我 我終究會低頭說成了 主啊 成了 我們將靈魂交付給你 我們感謝讚美你 都是奉告主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明 今天要讀的聖經是 耶利米書 耶利米書十八章三到四節 耶利米書十八章三到四節 我就下到姚將的家裡 正遇他轉為做器皿 姚將用泥做器皿 在他手中做壞了 他又用著泥做別的器皿 要這樣看怎樣好就怎樣做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讀的地方 第二個經典在哥林多後書十二章第九節 哥林多後書十二章第九節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復辟我 這是我們今天要讀的兩段經節 那今天我們傳到要為我們講的題目就是 上帝也成事我心碎 上帝也成事我心碎